立委孔文吉在立法院休会期间 7日是考察到了花莲县的秀林乡水源部落 听取由农卫会林务局简报以及说明 蓝山所到再生规划执行进度 并邀及了原住民族委员会 农卫会林务局以及花莲林管处 花莲县政府原民处以及观光处 秀林乡公所以及代表会 水源村办公处以及部落会议 水源社区发展协会等单位 共同言商讨论 107年开始推动花莲南山所到再生计划 整体规划以提倡林业历史文化价值为主 期盼带动花莲观光经济产业的发展 委员会林务局办理该项计划 可行性评估等工作 107年至今部落族人们不断的反映成情 都已经经过了4年的光阴了 怎么没有动静 立委控制因而利用许会期间 特别来到水源部落召开中央相关单位 办理执行进度 提供部落主人了解 搞得很大 还有促进民间参与的 这些什么市政啊 旅馆啊 汶泉啊 对不对 那你们林务局要有个具体的想法 要不然你们自己都没想法 到处理 我们现在有一次体力的问题要讲 经费的问题要讲 后来你一推动 一发响了之后呢 又牵涉到各部会 就不要再黑点别的部会 别的部会只是筹划来写住 那你们林务局来提这个计划的话 你们就要除导要复权 要不然你不要提这个计划 所以你们有没有把后面的配套做失 有没有想法 土地经费什么筹 到时候要经费几十亿 你说要别的部会来出 那你们这个林务局是不负责任 因为我们这个历史林业的这个设施 历史的林业设施的恢复 这应该是我们林务局的整个 所以我说整个这个计划的发祥 是你们林务局吗 经过一个校的会议 另一位孔姐提出会议的结论 为了保存花莲林业历史文化价值 创造观光生态 以及原住民族旅游新亮点 提升花莲整体观光游戏资源 迈向国际水准 一起农文会零五级旧花莲 南山林业各项设施设备 其先期规划 环境影响评估 以及新建工作所需的经费 沿体在公共建设计划核报 并且在两个月之内办理情况 以及结果到立委国会办公室 另外并同开签暴行政院或成立跨部会专案推动小组 建议有中委员张景胜担任召集人 而有关鼓励民间参与观光投资 以及火化修林响水源段883、911地号等 两笔土地及游乐设施委托民间的招商 以及规划报告计划范围所需的土地等一节 也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全力协助 以及配合办理 以推动原住民地区观光以及产业发展 促进在地部落主任的机会机会 记得就像我们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